第29章 星云中的那条冰河 自来到华圣山 真实修炼时间已有280年 孟川看着巨大画板上的图画 微微摇头 挥手抹掉了这幅画 发出一声叹息 起身 挥手收起画板 画笔等悟 孟川走出了近视 一迈步便飞了起来 飞向了华圣山 靠近华圣山山壁 边飞行 孟川也近距离看着一幅幅巨大的画作 我感觉自己积累足够深了 可总是悟不出空间规则 孟川颇为苦恼 早就掌握华圣山蕴含混动规则的六幅图 他更是参悟了不知多少遍 甚至其他图也试过绘画 经常觉得有些新感悟 但众多感悟碰撞却无法置变 一直无法悟出完整空间规则 感觉很接近 却又无比遥远 这种陷入瓶颈的感觉 很难受 水中捞月 看得见 摸不着 孟川轻声低语 该去下一处修行地了 计划中的九处修行地 华圣山是第二处 或许新的修行地能帮到自己 呼 降落下去 挥手收起 动符 跟着孟川便朝山无秘境出口处 飞去 东宁成主 这就要走了 练画山无秘境 负责镇守的独谋大师 跨越虚空出现在一旁 修行陷入瓶颈 该走了 孟川道 作为元神洁净 元神分身众多 刘一尊元神分身 在此长期观看参悟 或许会更好 独谋大师微笑道 不了 孟川摇头 下次再来吧 暂时不再观看 等将来积累更深之后 再来参悟 毕竟按他的计划 九大修行地 每一处都要专注修炼 独谋前辈 告辞 孟川看了看这位大师 独谋大师几乎算得上 当代六结镜中 和黑魔电斗的最狠的意味 凭借顶尖六结镜实力 和元神分身的手段 令黑魔电损失颇大 黑魔电也疯狂报复 使得独谋大师诸多伤势在身 难以根除 听说他的寿命都因此大减 孟川在掌握微子规则后 细微感应更敏锐 他隐隐感觉 这位独谋大师 离寿命大县都不是太远了 虽说六结镜大门 有家乡世界庇护 都很难死 可在狱外虚空 依旧没几个 敢和黑魔电这么作对 独谋大师的事迹 孟川是发自心底的钦佩 独谋大师微笑点头 目送孟川离去 画圣山 独谋大师 转头摇看那座山 一般掌握两种六结镜规则 便称得上顶尖六结镜 独谋大师 则是早就掌握 三种六结镜规则 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 必须掌握本源规则 令元神世界蜕变 才能驱逐一种之力 可本源规则太难了 独谋大师轻轻叹息 一脉步飞回自己的 那座小洞府继续修行 能去的修行地 早就去过了 能试的机缘也是了 修行至今 想要提升 也越加难了 冰河星云 是孟川定下的 九大修行地中的第三处 孟川跨过一座座河系 如此赶路 比在时空长河更快 孟川出现在一处 幽暗虚空中 遥看远处的璀璨星云 冰河星云 孟川看着那里 这是一片 颇为广阔的星云 星云绚烂美丽 以孟川的手段 是能够隐隐看到 星云深处 有着一条河流的 但却看不清晰 听说冰河星云 是一位神秘巴结镜的 洞府所在 孟川知道 这里很特殊 时空长河 有些特殊之地 是被各方势力占领的 比如华盛山 就是如此 想要去参悟 都需要缴纳一万方 域外援金 但也有部分地方 没被占领 比如摩山 没谁敢去独占 但也限制了 它消息的传播 因为危害太大 比如冰河星云 没谁来独占 是因为没必要 冰河星云很特殊 一旦进入星云 就会迷失其中 无法走出来 也无法抵达冰河 除非掌握空间规则 但依旧无法踏上 冰河上的宫殿 孟川默默道 据说 得掌握时间规则 空间规则 才能踏上 那座宫殿 是是 孟川心念一动 立即分化出了 一尊原神分身 进去 就没打算活着出来 自然派遣不携带 任何宝物的原神分身 呼 孟川域外真身 在外摇摇 观看 黑袍白发的原神分身 则是飞入广阔浩瀚的星云 没有任何阻碍 孟川轻轻松松 飞入了星云的范围 真是漂亮啊 孟川飞在星云中 跟着 搜 孟川毫无征兆 从星云最边缘 被挪移了数万亿里 距离 到了星云较深处 这星云 把我挪移到了这 孟川 都有些错愕 又试着继续 飞行 当飞行一会儿 变换的星云虚空 令孟川 又出现在数千亿里外一处 搜搜搜搜搜 孟川 一直在朝核心飞行 但他一会儿 出现在这 一会儿出现在那 根本不受他自己控制 飞行了大半个时辰 依旧在星云中 不停变换位置 我试试 能不能靠近冰河 孟川暗道 越是接近冰河 虚空影响就越大 所以越是接近 就代表自身虚空造诣越高 特别是冰河边上万里区域 虚空影响格外恐怖 我试试 散 孟川自身分散成微子群 微子群散开 以他实力 令微子群扩散到 万亿里范围 都能轻易保持完整意识 可这次微子群 紧紧散开些许范围 滑部分微子群被挪移走了 令原本的微子群结构 遭到破坏 噗 被挪移到远处的 部分微子群太少 直接溃散 在原地的微子群 立即合一 又凝练成黑袍白发的孟川 我这原神分身 被切割了一小块 孟川眨眨巴下眼睛 以他原神恢复力自然 瞬间就好了 微子规则在这里没用 还是得靠空间规则感悟 孟川释放开原神事件 蔓延笼罩四周 清晰感知种种虚空变幻 空间规则三大基础 孟川早就掌握 绘画这么多年 对空间规则 隐隐也有较为清晰的认知 此刻从星云虚空变化中 孟川隐隐发现些规律 呼 一迈步 孟川就 前进了一大截 又一步 虽然偶有失误 但仅仅斩查时间 孟川就一步 来到了冰河边上3000里的位置 能靠近到3000里 代表我空间规则方面 感悟算不错了 孟川露出一丝笑容 也仔细观看冰河 相隔3000里 能非常清晰观看冰河了 这是一条常看不到镜头 宽足有数十万里的河流 河流之水 为淡青色 水流之上 还有着一座座漂浮的冰山 冰山矮小些的 约莫数十里高 高些的能有上千里 一座座冰山 在河流中缓缓漂浮流动 永不停止 孟川能看见 那漂浮的一座座冰山中 有些冰层较薄是能隐约看到 里面有尸体 永恒楼情报中记载 星云深处有冰河 冰河之上冰山座座 每一座冰山内都有一具尸体 孟川平静观看着 更仔细看向冰河远处 传说中 冰河深处是有一座宫殿的 第30章 一笔买卖 冰河上的一切都无法破坏 便是七节近大能们 倾尽全力 都打不破冰山的一角 无法取走一瓢水 在这里得不到任何宝物 也没修行机缘 近来就出不去 所以都没势力占领这里 孟川笑了笑 原神捷径们 能够很随意地 派遣一尊原神分身探一探 可肉身捷径们 是没法这么做的 也算开了眼界 好好修行吧 孟川专心于在星云中行走 仔细体会 星云虚空变幻 原神世界蔓延开 借助空间规则 奥妙抵抗着星云虚空影响 尽量朝冰河走去 3000里 2800里 2700里 距离越来越近 偶尔失败被磨一到数千亿里外 孟川继续行走 这里还挺适合我 孟川微微点头 冰河星云 并无空间规则指引 仅仅是一位神秘八截境 大能布置下的阵法 阻止外来者靠近 阵法威力 越是靠近冰河深处的宫殿 威力越大 但孟川积累 已经非常深厚了 对他而言 他需要的不是指引 虚空屠路 指引够多了 反而破解星云阵法 让孟川能熟练空间规则 奥妙的运用 破解阵法 走向冰河的过程 孟川对空间规则理解 也越加清晰 孟川潜心修行 而在遥远的方称河域 一座太阴星上 这里有一座 颇为隐秘的洞府 洞府占地百万里 更有大型阵法做作 便是五截境大能 误入其中都得丧命 在这座洞府的 其中一边角 有一大片圆顶屋子 每一座圆顶建筑 占地仅有十余帐范围 这些圆顶建筑 便是帝君们的住处 每一座建筑 居住着一位帝君 这些帝君们长相 各异 来自不同世界 不同族群 但如今都有一个 共同的身份 黑魔殿的蒲从 还有188年 其中一圆顶建筑内 一位头大身体小的红袍 修行者正盘坐在那 硕大的头颅上 三只眼睛微微眯着 效劳黑魔殿千年 就能恢复自由 我离恢复自由 只剩下188年 黑魔殿可真是贪婪 交了两百方玉外援金 还得无偿效劳千年 千年内不给我们任何好处 不过 他们也算守信用 只要忠诚效劳 就不会夺走我剩下的宝物 这红袍修行者 也颇为庆幸 黑魔殿屠戮时 愿意给帝君们一条活路 是因为他们大规模行动 也需要些爪牙 否则一些繁华交易的星辰 大量修行者 密密麻麻逃窜 没有足够手下 他们难以布置足够多阵法 大多数修行者都会逃掉 不夺走帝君们剩下的宝物 这是给帝君们唯一的希望 整个黑魔殿成员们 都要坚守这一条 否则不坚守这一条 那些俘虏帝君们就不会 忠诚效劳了 宁愿自爆毁掉玉外真身 黑魔殿成员也有破坏规矩的 将那些辛苦效劳千年的 帝君宝物掠夺一空的 这种事能完全保密 则罢 一旦暴露 则会遭到黑魔殿的严惩 在整个时空长河 都将寸步难行 所以没有足够的诱惑 特殊的理由 黑魔殿成员们 岂会当奴仆千年 红袍修行者 感应着自身储物宝物内的 那件奇珍 那是一张图 也是他域外闯荡最大的机缘 得到这张图后 他实力也因此大惊 他打算带着图卷回家乡 将这奇珍放在家乡世界 可他赶路太慢了 以他的实力 跨越数作和系回家乡 需三百多年 在半途中碰到了黑魔殿布阵 黑魔殿在那一片域外虚空 以及对应的时空长河区域 都不下天罗地网 他恰好一头撞了进去 也成了俘虏 这么多年 我都没敢再用过这宝贝 再忍一忍 红袍修行者硕大头颅上 三只眼睛眼神 也阴冷得很 过去都是他杀戮强掠 为所欲为 在家乡世界 他也是唯一的帝君 谁想成了俘虏 这憋屈日子 他实在受够了 这些帝君仆从们 都是在忍耐 因为黑魔殿给了希望 在这座洞府的中央区域 一花园内 有三道身影范坐下 常伯星的主人 和我们交易 愿意将常伯星奉上 没看出来 这老家伙镇守常伯星 这么多年 年进大县 竟然翻手将常伯星上 数万修行者给卖掉 我看他更适合 加入我们黑魔殿啊 临近大县 更加无所顾忌 想要趁机狠狠赚一笔 也很正常 只是他想要出卖 常伯星的数万修行者 可是常伯星上的 永恒楼分布 是能和永恒楼总部联系的 一旦我们攻打 或者常伯星老家伙出手 永恒楼总部会立即得到消息 我们得确定 不会有六结晶大能赶来阻止 常伯星的主人 自己双手奉上 谁来多管闲事 屠戮数万修行者 这等事必须上柄 上面同意才能做 黑魔殿规矩就是多 蠢货 规矩是保你命的 他们简单商议后 很快将这事情上柄 几乎所有六结晶 七结晶都是星云宫成员 不管是善良还是邪恶 星云宫都是来者不惧 黑魔殿成员们 在星云宫也占了一片区域 其中一厅内 方称何谕那边传来消息 常伯洞主想要将整个常伯星 包括上面数万修行者 一起卖给我们 查查 能不能做 方称何谕周边一带 永恒楼六结晶成员 有八位 按照永恒楼下达任务的规矩 应该就是传给这八位 其他七位都罢了 都是修行多年的六结晶了 没足够理由 不会轻易动手的 反倒是有一位 新进突破的东宁城主 他有元神分身在泰东何谕 泰东何谕临近方称何谕 他应该会得到永恒楼传下的任务 在不久前 他刚刚出手过一次 将我们黑魔店的一支队伍 全部灭杀 他阻止过我们黑魔店几次 就一次 厅内职守的五名六结晶成员们 翻看着情报 其中 紫袍人翻看了情报 点头道 传令下去 这次买卖可以接 那东宁城主 如果再出手 有灰袍女子皱眉道 妙法星 以及这常伯星 都和他没有瓜葛 没瓜葛的是 他短时间连续两次出手阻拦 就代表对我们黑魔店敌意太深 而且他胆子还很大 紫袍人淡然道 我们就该动手 好好交一交 这位东宁城主规矩了 其他成员们也都点头 黑魔店虽然凶名在外 但做事也讲规矩 一般不会直接对六结晶大能 挥下势力动手 六结晶大能偶尔出手两三次 就一些好友势力 黑魔店也能容忍 毕竟死掉几个五结晶 他们也不在乎 可若是没瓜葛 六结晶大能却主动接任务 连续坏事 他们黑魔店就要露出獠牙了 依我看 这个东宁城主 在情报记载中 很低调 不惹事 永恒楼 白鸟馆的任务 他几乎都不缠火 应该不会短时间连续两次 和我们黑魔店对上 一位枯草生命微笑道 当然如果他动手 就更有意思了 第31章 拒绝和接受 长泊心外的幽暗虚空 一艘黑色大船 悄无声息悬浮在此 三名首领 正站在大船一厅内 遥遥看着远处 显得渺小的长泊心 每一座永恒楼分布 都和时空长河总部有联系 更有监察之眼 监察四方 一位灰袍首领说道 一旦我们靠近长泊心 便会被永恒楼分布发现 虽然多管闲事的六结晶大能 不太可能出现 可动作慢了 说不定就出意外 我们必须快 越快 扫平长泊心越好 长泊心主人主动放开阵法 让我们进去 我们行动会很轻松 一旁黑石巨人低沉道 我们要屠戮数万修行者 数万修行者 有捷径有帝君 也有些保命之物 肯定会挣扎反抗 若是准备不充足 就会出意外 灰袍首领淡然吩咐 行动之前 再确认一次 是否都准备好了 两名同伴微微点头 这是攻打前最后一次准备 当即吩咐下去 在这艘黑色大船内部 也有一支支队伍 居住 每支小队 至少有一位捷径大能 要劫掠屠戮了 也不知道这次是去哪 在其中一小队 红袍三眼 修行者听着队伍首领的命令 暗暗敌过 希望别遇到多管闲事的大能 只要熬过奴仆日子 就能将宝图带回去了 帝君须效劳千年 但如此大规模行动 一千年内 他们碰到的次数 也屈之可数 一旦出战船 须立即以我为首结阵 一切听我命令 一名蛇灵老者 扫射了这群帝君们 是 帝君仆从们 各个恭敬得很 红袍三眼修行者 也无比恭敬 半个时辰后 这艘黑色大船 先悄然来到了 长伯星外十亿里处 这里处于永恒楼 分布监察范围之外 跟着 这艘大船陡然跨过 十亿里 顺移到了长伯星上空 这是什么 这艘大船 长伯星 作为繁华交易之地 街道上 众多铺子 都有许多修行者 甚至里面有些捷径大能 帝君 如今 他们都一个个抬头看向高空 震惊看着高空的黑色大船 长伯星 有镇守大镇 隔绝虚空 不可能顺意进来 除非是长伯洞主 故意纵容 不好 一些见识广的修行者们 立即意识到不对劲 在这艘黑色大船 出现在长伯星上空的同一刹那 长伯星上最位额的建筑 永恒楼上方 凝聚出虚幻的巨大眼睛 这是监察之眼 可鉴定万物 也可确定永恒楼负责人 无法中保私囊 损坏永恒楼利益 像何欲级总部建造很特殊 永恒之眼可降临部分力量 所以七捷径以下 攻打一座何欲级总部是找死 但一座分部的力量就太弱了 监察之眼 善鉴定查探 威力还不及五捷径大能 黑魔殿成员 虚幻的巨大眼睛 盯着这艘大船 如此近距离 瞬间锁定了一道道生命气息 确定了五捷径 四捷径等一群 黑魔殿成员身份 长伯洞主放任 黑魔殿众多成员进来 已经背叛了永恒楼 当即一道消息 传到时空长何永恒楼总部 跟着总部立即下达任务 给周边何欲的永恒楼六捷径成员们 说来慢 实际上永恒楼反应是刹那的事 总部那边下达任务后 黑色大船才有一群捷径大能 帝君们杀出 开始了 满脸皱褶的长伯洞主 站在遥远处山顶冷漠 看着这一切 他掌控着长伯兴的阵法 这些阵法 本是保护长伯兴上修行者们的 如今却用来配合黑魔殿 屠戮修行者 一位白眉老者 坐在炼丹炉前 丹炉内火焰光亮 映在他的面孔上 轰隆丹炉内部变化 炉内壁 从原本九个空洞 提升到十个空洞 星空洞内 同样有一颗暗红星辰 有黑色火焰生腾 这些暗红星辰 都是取得暗星炼制而成 多了一个空洞 丹炉 火力又大了先 嗯 白眉老者有所感应 长伯洞主背叛 黑魔殿队伍出现在长伯兴 数万修行者 危在旦夕 白眉老者微微摇头 一座世界有崛起和覆灭 长伯兴这一座星辰 也迎来了他的浩劫 他悠久的寿命 看到过得太多了 他的家乡世界 从野蛮时期 逐渐诞生文明 从部落时代到帝国时代 他都亲身经历 部落曾覆灭过 他带领着部落崛起 更建立了一座王朝 他临近寿命大县 为了修行必死关 成功开创了家乡世界的帝君道路 他是家乡世界历史上第一位帝君 可出关时 他的王朝在他闭关百余年后 就覆灭了 他找回残存血脉 彻底统一天下 建立了真正的帝国 他是家乡修行体系的第一位帝君 第一位洁净大能 在域外虚空 他很普通 因为他修炼1800年才成帝君 修炼8000年才成洁净 修行5万余年才成六洁净 但他却让家乡世界 朝中等生命世界跨越 他是家乡世界 无数后辈们狂热崇拜的存在 白梅老者叹息于数万修行者的失去 却也只是一分同情 他从来没想过拯救 无数生命 各有各的命运 我也只是命运河里的一条鱼 在这条河里生存 就该遵循他的规则 一位为六洁净大能们 都拒绝了救援 常伯兴主人主动背叛 常伯兴上那数万修行者 根本找不到六洁净大能靠山出面 而在苍原界 阳光明媚 梦川正和妻子柳七月踏青 远处一只小白兔在草丛中左秀秀 右秀秀 夫妻俩笑看着那小兔子 而修行一直停留在三洁净 他打算去狱外闯闯 你拒绝了 柳七月问道 昆云秘境够大 环境够好 足以修炼到五洁净 梦川说道 他一个三洁净就算去狱外 能做什么 如果在苍原界 昆云秘境的环境下 都修炼不到四洁净 我看就别出去折腾了 柳七月看着梦川 你的意思 他呈四洁净后放他出去 梦川想要仔细说几句 忽然表情微微一变 他得到了永恒楼的任务 常伯星 梦川一面就赶知整个任务 这次任务的悬赏 比妙法星那次还要高不少 因为这次常伯洞主背叛 性质更恶劣 任务悬赏也提高 十万贡献 还附送往返 所需的两份时空摩衣服 梦川也明白情况紧急 像妙法星 有妙法公主主动抵抗 还是能拖延时间的 常伯星主人的背叛 令无数修行者将会迅速遭到屠戮 接了 梦川临近空间规则突破界限 反而希望外界压迫更大些 并不惧怕威胁 而且时空之谷 那边的虚空三叶花 也快轮到自己了 好强的因果 在阶下任务的刹那 因果形成 梦川也遥遥感知到常伯星 位置 那数万修行者生灵 和梦川因果相连 因为数万尊者们的生死 完全在于梦川一念之间 数万修行者的生死因果相连 让梦川都有些震撼 他也无比清晰锁定常伯星的位置 走 一道原神分身 瞬间出了苍原界 跟着借助时空磨一符 直接前往常伯星 第32章 常伯洞主 原本繁华的常伯星 如今陷入了黑暗绝望 汇聚在常伯星的数万修行者们 大多是各自世界的最强者 对危险的嗅觉都很敏锐 从黑魔殿的那艘 庞大船只凭空出现 黑魔殿大批捷径 帝君成员出现 他们都意识到了一场大危机降临了 不好 走 常伯洞主出卖了 我们赶紧逃 整个常伯星一片混乱 数万修行者们各施手段 有的想要逃离出常伯星 有的逃向永恒楼分布 然而如今常伯洞主掌控整个星辰的大阵 阻碍了这些修行者逃命 结阵 黑魔殿这边 一只只以捷径为首的小队迅速结阵 以阵法 欲要进行大范围图路 更有最强大的三位五捷径 主动追杀常伯星上的捷径 帝君们 呼 黑魔殿的灰袍 首领瞬间困住了一位三捷径 将其活捉封禁 收入洞天内 出招蔓延开的毒气 自然波及大片区域 虽然修行者们逃命都很快 但依旧有数百名修行者 被毒物波及 瞬间就化作毒水 但也有修行者体表 有光芒流转 抵挡住了毒物 有修行者化作毒水后 又复活了过来 但数百名修行者 能从毒物中活下来的 却不足一成 这侥幸活下来的 也都立即疯狂逃跑 逃得掉吗 远处一尊未讹的黑石巨人 一巴掌 抓向一名竭力逃窜的 四捷径大能 在握住之前 那名四捷径大能 却自我湮灭了这一尊 欲外真身 更发出无比愤怒的吼声 常伯洞主 黑石巨人一抓却捞了空 不由有些恼怒 常伯洞主 你背叛了我们 小人 叛徒 城内许多地方传出怒吼 而此刻在城外的一座山顶上 常伯洞主 遥遥聆听着 满是皱折的老脸上 依旧平静得很 轻声道 弱小的挣扎 当年黑龙星 也遭到黑魔殿 窥伺 虽然没有六捷径大能来阻止 但黑龙老祖 自身实力够强 权力庇护弱小 尽量让他们逃命 当时也有很多修行者 逃掉了性命 孟川便是其中之一 然而 这次 常伯洞主和黑魔殿 理应外合 令常伯星数万修行者 活命希望渺茫 嗯 常伯洞主脸色微微一变 他一眼看到在常伯星上空 就在那艘大船旁不远处 全身 环绕着紫色光芒的一名 黑袍白发男子 出现了 在这一刻 常伯星上的所有修行者 都注意到了 这位黑袍白发男子 实在是孟川的气息太可怕 就像是黑夜中 凭空出现一轮太阳 所有修行者 都情不自禁看向孟川 就像凡俗看向太阳 眼睛都会受到巨大刺激 这些修行者们 看到孟川的同时 孟川六捷径生命体的冲击 更加恐怖 几乎所有修行者 头脑都一片空白 只有五捷径大能 和少部分捷径 还能维持思考 白鸟馆 东宁城主 灰袍首领 心中一凉 完了 六捷径出现了 其他两位五捷径成员 同样心凉 作为黑魔殿成员 他们自然了解 这位东宁城主 毕竟前不久 东宁城主刚 灭杀了黑魔殿一个分队 如今又轮到他们了 跟着他们 三位义士开始陷入黑暗 一座中等生命世界内 灰袍首领 站在大雪山之巅 感受着透过 因果降临的攻击 这次损失可真大 灰袍首领低于刀 一尊 欲外真身 我携带的密宝兵器战船 这些价值 有一万三千方 对外征战屠戮 要发挥足够强的实力 自然携带的宝物 不能差 损失一万三千方 对他这样黑魔殿成员 倒也不算什么 他们屠戮截略赚的也多 最大的损失 是大量的捷径追随者 还有大量的帝君仆丛 灰袍首领 颇为心疼 我的这支队伍 几乎死光了 三位首领 因为都有家乡世界庇护 自然都还活着 但捷径追随者 除了九位四捷径 三位三捷径外 其他捷径追随者 都是真身分身俱灭 彻底死了 至于帝君 本来就是抓来的帝君仆丛 各个被灭了御外真身 自然不会再去为黑魔殿效劳 挥袍首领的这支队伍 中下层都没了 很长一段时间 他这支分队威慑里 都大大减弱 黑魔殿成员们 在孟川面前 毫无反抗之力 他们结阵形成一个个团体 一言可失辩 并且从彼此因果上 孟川也能轻松分清 黑魔殿成员 一回生两回熟 和妙法星那次一样 对捷径们 毫不留情 对黑魔殿帝君仆 仅仅灭掉了 他们这御外真身 算是留有一线了 这些帝君仆丛们 虽然是被逼迫的 可他们完全可以选择 毁掉御外真身不当爪牙 既然舍不得宝物 选择当爪牙 就得付出代价 呼 孟川挥手 便将所有黑魔殿成员 遗留宝物 包括竭尽大能的肉身收起 他也是要为家乡多多积累的 哄 孟川随手隔空一抓 一位满脸皱着的老者 便被抓到了身前 这位老者 抬头看着孟川 还微微躬身行礼 东宁城主 欣喜若小 愿为他们得罪黑魔殿 常伯佩服 孟川看着眼前这位老者 这老者 就是常伯洞主 他本是常伯星的主人 守护这里 数万年 也造福一座河系 数万年 让数万年内 一代代修行者们 有一个安全的交易之地 但也是他 出卖了整个常伯星 所有修行者 孟川 虽然已经是最快 速度赶来 但依旧有数千名修行者 死去 守护这里数万年 却又出卖了这里 孟川看着他 尊者们 只有两千年寿命 帝君 也只是万年寿命 常伯洞主说道 我 建立常伯星 造福了很多代修行者 如今我老了 拿回些宝物 也不能算过分吧 你不是索要宝物 你是要屠戮他们信念 如果是你大肆屠戮 怕是早有永恒楼 六节径大能出手了 所以 你让黑魔殿出面 孟川说道 显然不想 有任何意外 可还是出意外了 事情发展 经常会出乎意料 常伯洞主说道 幸好我早有准备 能正常获得的宝物 早就得手送回家乡世界 常伯洞主俯瞰下方 但常伯星真正的财富 都在数万修行者身上 必须杀戮 才能掠夺 屠戮掠夺 我还是弱小时 做过 成尊者之后 再未做过 此时我死后 家乡世界将陷入衰败 也需要足够宝物做底蕴 为了家乡世界的繁衍生存 我只能心狠手辣险 常伯洞主看着孟川 我之所以留下来见东宁城主 是因为钦佩东宁城主 整个时空长河 像东宁城主这样的大能 终究太少了 说着常伯洞主皮肤开始浮现 黑色 我小人之心 怕东宁城主活捉我 让我受尽苦头 所以城主降临那一刻 我就服了毒 常伯洞主微笑道 孟川早就看出了 从微子层面 就发现对方中毒一身 并且身体开始崩解 自己也难以逆转 这次行动前 我所有宝物都送回了家乡 常伯洞主看着孟川 身体在分解 我还有寿命三百年 不会再出家乡世界一步 在狱外虚空最后一天 能看到东宁城主 是常伯的荣幸 说完 他已经身体湮灭为虚无 第33章 新红之主 弱肉强食 掠夺其他修行者 以肥自身 孟川看着这幕 为什么总想着屠戮劫掠 明明也有其他强大的道路 修行变强 这才是最正统的道路 将屠戮劫掠的心思 都用在修行上 并能更强大 普通五截径 有望成顶尖五截径 买至巅峰五截径 实力强了 获得的宝物 自然能大大增加 在孟川眼中 这些屠戮 劫掠的就是整个 时空长河里面的蛀虫 长伯洞主 最后的选择 孟川也明白 但他就是瞧不起 心灵若是不强大 有十分潜力 也只能发挥五分而已 心灵强大 十分潜力 甚至可能出现奇迹 发挥出十二分 自身强大了 宝物自然多 靠劫掠 驻崇所为 孟川俯瞰下方 虽然他已经尽力赶来 依旧出现了 数千名修行者的伤亡 他轻声叹息 一迈步 便到了城外默默守候 等待永恒楼上后的成员到来 孟川完全没注意 他随手灭杀的黑魔殿 数百名帝君仆丛中 有一位红袍修行者 在一座遥远的生命世界 连绵群山深处 一座泛着暗红光芒的洞府中 有愤怒的咆哮传出 啊 该死 恐怖威士从洞府深处爆发开来 蔓延四方 令周围大山瞬间融化 化作滚滚 岩浆 周围八百里 彻底被毁灭 他的洞府 他的弟子仆丛 甚至周围山寨的有些繁俗 全部化作了滚滚岩浆 八百里 岩浆滚滚 红袍修行者 凌空而立 满腔怒火 难以发现 我的宝图 我的宝图 那是我的 红袍修行者愤怒无比 虽然至今没有摸清楚 宝图的来历 可发现的部分作用 就已经匪夷所思 超出了他在狱外 虚空 包括永恒楼分布看到的 一切宝物 为了这宝物 他一代魔军都甘当仆从 眼看着即将到千年 却在屠戮长伯兴 拾出了意外 那位黑袍白发大能者 红袍 修行者知道自己 死在对方手里 却只有痛苦 都不敢有一丝怨恨 他很清楚 连黑魔殿 一支庞大队伍 都被轻易屠戮 定是狱外虚空中 巅峰大能之一 是他无法得罪的 恐怖存在 宝物落到他手里 我永远找不回来了 红袍修行者 呆呆站着 这座生命世界 其他修行者们 也有些能窥探到 这里动静 却没有谁敢过来 毕竟这位当代 无敌的魔君 拥有着毁灭世界的 可怕实力 所有修行者 都沉浮在他的魔威之下 星云宫 黑魔殿 所在的那片电厅区域 其中一厅内 真没想到 那位东宁城主 还真接了永恒楼任务 拒救了常伯兴 数万修行者 枯草生命咧嘴笑着 这下子就有意思了 虽然 挥下一支分队损失惨重 但对于黑魔殿 真正核心成员来说 并不在乎 因为那支队伍中的 三位五捷径 都还活着 骨干都还在 至于更底层损失 能来到 星云宫的核心成员们 岂会在意那些 他们更在意 一位六捷径大能感 和他们 黑魔殿作对 东宁城主 和常伯兴 妙法兴 本无任何联系 过去都没去过 挥袍 女子说道 一位星晋 元神六捷径 到底谁给了他底气 敢连续两次 和我们作对 或许他以为 元神六捷径 分身众多 不怕我们追杀 仗着有家乡世界庇护 偶尔 就有些六捷径 以为能挑衅我们黑魔殿 这些核心成员们 吃笑 黑魔殿能横行 时空长河 既有规矩 不会主动得罪六捷径 但同样有 对付六捷径的 狠辣手段 让他付出点代价 知道和我们为敌的结果 黑魔殿去对付六捷径 也是分层次的 因为有家乡世界的 六捷径大能 是不死的 所以最狠辣的成见 就是追杀令 令六捷径大能 没法离开家乡世界 出去就是死 但追杀令 一般得七捷径大能 半步七捷径 才有望做到 而整个黑魔殿 如此存在 也就寥寥数位 所以 除非太疯狂 令黑魔殿有巨大损失 否则是不会惊动七捷径 半步七捷径的 毕竟说起来 梦川连一个黑魔殿 六捷径成员 分身都没杀掉 对黑魔殿而言 根本没什么损失 教训他 谁出手 我们普通六捷径 还真没把握对付东宁城主 厅内成员们说着 厅内的众多核心成员中 以普通六捷径为主 达到顶尖六捷径的 仅有三位 交给我 一位穿着星红铠甲的 魁梧男子道 他有着一双血红毛子 煞气 恐怖 星红之主出手 我就放心了 紫袍人露出笑容 你准备如何对付他 他元神分身众多 即便灭了他一元神分身 他也根本不在乎 星红之主淡漠道 昆云 秘境找不到进去的方法 唯一能让他心疼的就是 千山星 我去千山星一趟 自然让他付出些代价 千山星 梦川 正在近视内 闭目凝神修行 忽然有所感应 睁开眼 我感觉到 一位血腥邪恶的六捷径大能出现了 过去从未见过 梦川微微皱眉 呼 当即分化成一道元神分身 黑袍白发的元神分身 也没携带任何宝物 就这么一迈步 便跨越虚空 到了十余一里外 十余一里外的虚空 原本是一片幽暗 如今已经变成了血色汪洋 滑滑滑 汪洋血色中 一位穿着星红铠甲的男子 站在那 血色眸子平静 看着梦川 皮肤上有着一层层青色鳞片 鳞片之下 引有暗红 星红之主 梦川立即认出来了 对方 星红之主 是黑魔殿的顶尖六节径 星红之主 此刻 站在血色汪洋中 平静看着梦川 紧紧眼神注视 都有无形哀嚎 在梦川脑海回荡 当然以梦川的元神 和心灵意志 并无明显影响 星红之主 腰间有着一柄刀 他盯着梦川 开口道 东宁城主 你我还是第一次相见 的确是第一次 梦川微微点头 星红之主淡然道 我为何来此 你应该明白 就为了那点小事 梦川淡然一笑 在你们黑魔殿眼里 一些弱小捷径 和帝君仆从 应该不值一提吧 第三十四章 星红之主和梦川 星红之主 惊讶看着眼前 这位东宁城主 他本以为 他找上门来 东宁城主 应该会紧张 忌惮 戒备 可实际上 这位东宁城主很随意 根本没当回事 我黑魔殿 对待六捷径大能 还是给几分脸面的 星红之主声音 回荡处处 如果是为了帮助好友 帮助族人 灭掉黑魔殿 几个分支队伍 我们也不会在意 如果 是为了完成 永恒楼任务 阻止两三次 黑魔殿行动 不灭杀黑魔殿成员 我们也能容忍 对待六捷径 我们容忍够高了 可你呢 飞轻飞过 连续两次出手 全部斩杀一个不留 甚至隔着空间 将这些捷径们的 真身分身 全部灭杀 星红之主 煞气浓郁许多 我们给你脸面 你却一点 不给我黑魔殿脸面 孟川看着星红之主 笑了 脸面 原来在星红之主眼里 普鲁修行者不值一提 反而脸面更重要 星红之主看着他 眼神愈加阴冷 你似乎很不满 我们黑魔殿 既然当了魔头 就别收啊 我给你们脸面 孟川看着他 整个时空长河 你们黑魔殿名声 早就臭不可闻 虽然敢出手 对付你们的很少 但依旧有许多大能 对付过你们 便是七捷径 大能 针对你们黑魔殿的 也有不少 不正是因为 有一批批大能 针对你们 敌视你们 你们行事 才有了所谓的规矩 尽量少数敌 星红之主 脸色一沉 黑魔殿 手段太凶利 自然会招到一些 大能的敌视 所以就更得遵循规矩 令敌视减少 魔头 你说得很对 我们就是魔头 星红之主 盯着孟川 我这个魔头 必要看看 你有几分能耐 话音刚落 星红之主所在处 便成为周围 时空的一个核心 令十亿里 时空范围 以它为中心 扭曲了起来 也波及到千山星 远处的千山星 阵法流转 隔绝一切外来力量 甚至孟川 早在一念间 将十亿里范围 恰好路过的两名尊者 送进千山星内 好强的领域 孟川赞叹 看着周围 看着时空漩涡中央 踏着血浪的星红之主 星红之主 拔刀吧 你还不配我拔刀 星红之主 说话的同时 脚下的滚滚 血浪 却是愤出一道血浪 飞出 瞬间穿过 虚空到了孟川面前 直接席卷而过 血浪内的每一滴血滴 都仿佛一颗星辰般 沉重 无数血滴合在一起 更发生质变 这一道血浪 寻常普通肉身六节径 被血浪一卷 兜得成筛子 怕是数息时间 就被沾染侵蚀 彻底湮灭 并且这血浪 有少许黑暗混动威力 能吞吸四方 扭曲时空 想逃都难 厉害 孟川感受着这一招 轻声赞叹着 同时他已经模糊 消失不见 在混动规则方面 孟川显然积累 要伸得多 他清晰剖析扭曲 时空的变化 一迈步 便已经到了一里之外 轻易避开了 这一道血浪 毕竟孟川是原神分身 也不愿去沾染这血浪 你躲得了吗 站在时空漩涡中央的 星红之主 一个念头 脚下的滚滚血浪 全部飞出 分化出八道 配合之前的那一道 九道血浪 却看着星红之主 嗯 星红之主 只觉得这黑袍白发的 东明成主 一双眸子幽暗 如深渊 情不自禁 被吸引沉沦 不好 星红之主意识到不妙 但他却无法摆脱 心灵意识 完全被吸引 不断地坠落 坠落向无底深渊 八截进秘书 黑暗之童 随着孟川修行积累的提升 黑暗之童秘书 如今更达到65层 这门秘书 最关键的 还是孟川的心灵意志 星红之主 在心灵意志方面 并无他战斗实力那般强大 算是肉身六截进 大能正常水准 以肉身之强横 大多数元神六截进的 元神秘书 都威胁不到他 可孟川施展的 乃是八截进秘书 心灵意志又强得可怕 星红之主意识沉沦的刹那 围攻向孟川的九道血浪 就彻底溃散开去 去 孟川同时一招手 周围广袤范围的 大量雷霆汇聚 瞬间便凝炼出一道雷霆长矛 无数雷霆凝炼之下 长矛本身却是深黑色 长矛表面有一丝丝雷霆 在游走 秘书 混动雷霆 掌握威子规则后 显然这一门 以混动规则为核心的秘法威力 更大 雷电的汇聚在 威子层面都更精妙 密度都高得多 欲加幽暗深沉 轰 这一条混动雷霆 凝聚成的刹那 便轰向意识沉沦的星红之主 去 凝炼混动雷霆 几乎一息时间 连续九条混动雷霆 接连凝聚 也接连轰击而出 目标都是同一个 星红之主 意识沉沦的星红之主 对外界感应非常弱 他觉得自己是在黑暗深渊中 仰望外界 他看到了外界场景 都是扭曲的 一条条混动长矛 扭曲着袭来 他知道 遭到了攻击 但难以施展抵抗招数 甚至也躲不开 轰轰轰 只能任由混动雷霆 轰击在他的身上 醒来 但觉得这无尽黑暗太过深沉 不断拖拽着他的意识沉沦 他仰望外界 疯狂一次次抵抗 终于砰 意识冲出了深沉的黑暗 终于清晰感知到肉身 感知到了外界 外界场景也不再扭曲 而变得正常了 轰隆隆 星红之主才发现 又一柄雷霆长矛 刺串了他的身体 大量雷霆在破坏着他的身体 他掌握着两种六结境规则 一为血之规则 一为引力规则 两大规则结合下 他修炼出了非常强横的肉身 这一尊玉外真身 耗费了十余万方玉外援金 才修炼而成 强横之极 他便站在那 其他顶尖六结境大能 也很难重创他 意识沉沦了近一息时间 我肉身被毁掉了三成 星红之主暗暗吃惊 即便没有施展抵挡招数 是毫无反抗的任由轰击 被毁掉三成肉身 依旧很恐怖 这雷电之矛 从微子层面 令我的肉身崩溃 星红之主发现了这点 傻 星红之主顾不得多想 瞬间拔刀 哄 刀光一闪便穿过 数亿里距离 劈在了孟川身上 孟川宛如泡影般消散 出现在远处数亿里 太慢了 孟川微微摇头 论身法 掌握雷霆规则 微子规则 空间规则都临近界限的 孟川 的确强太多了 轻易必让对方招数 其实对方就算劈中自己 也威胁不到微子不死身 只是孟川不愿被劈中而已 一刀落空 星红之主刚要爆发 却又 觉得一双黑暗眸子 出现在自己的脑海 又来了 黑暗双眸凝视着自己 星红之主 再度沉沦 外界场景变得扭曲虚幻 破破破 破开 星红之主 再度竭力挣扎 终于又一次挣扎出来 他此刻身体 已经化作了滚滚血浪 且伤势更重 星红之主 虽然刚才对外界感应模糊 却很清楚 那位东宁城主 再度雷电长矛目轰他 并且还要将他擒拿 抓进牢狱中 所以凭借对肉身的模糊控制 彻底溃散 化作血海 他的肉身 凝炼时 强横 彻底分散时 为血海保命能力更强 又被毁掉了 三成 再来一次 我不就完了 星红之主 感觉到血海之躯 无比虚弱 显然血海状态 依旧会被从微子层面摧毁 他的原神秘书 太可怕 赶紧走 星红之主不敢犹豫 他这局肉身 当即一份时空传送伏击发 问 立即裹挟着自身逃之夭夭 在逃跑时 他发现 脑海中又出现了一双黑暗毛子 哗 跟着时空穿梭 黑暗毛子 也从脑海中消失了 幸亏我逃得快 星红之主这一刻 竟然都庆幸 庆幸自己的果断 再慢一点的话 啪 就命丢在那了 第35章 避开他 黑袍白发的孟川 站在虚空中 微微皱眉 时空传送 这位星红之主 逃得还真快 黑魔殿的作风 孟川也很了解 对于尊者 帝君等域外虚空 较为弱小的 修行者而言 黑魔殿代表了毁灭 让他们感到绝望恐惧 是无法反抗的庞然大物 但在孟川他们这些 六结境大能眼中 黑魔殿就仿佛一头狡猾的恶狼 他们 凶利很辣 但主动避开六结境 七结境直属的势力 面对弱小毫不犹豫 扑上去吞噬干净 遇到强敌 却是谨慎又谨慎 真惹急了他们 他们也会不惜代价行动 啃掉硬骨头 像极恶如仇的独谋大师 专门针对他们 黑魔殿真的疼了 不惜代价出手 连七结境大能都动手 可是当百花府主出面庇护后 他们也掩齐息鼓 孟川紧紧解决 黑魔殿两支小分队 连一名六结境成员都没杀过 对黑魔殿根本就没感觉到疼 只是六结境成员 觉得脸面有损罢了 我让黑魔殿吃了亏 还以为他们 这次动手会布置阵法 就来一个星红之主 孟川也很谨慎 紧紧派遣一名 元神分身出千山星迎敌 啥宝物都没带 即便对方真的有大埋伏 一名元神分身损失了 损失连一方都算不上 So 确定没敌人 孟川也就返回千山星了 星云宫 黑魔殿所在区域 依旧是那座厅内 我已经抵达千山星外 东宁已经现身了 星红之主坐在那说着 失笑一声 紧紧派遣一名 元神分身出来 看来怕被我打死了 对元神捷径而言 元神分身不值一提 估计是出来探探形式的 其他六捷径成员们 也期待着事情发展 他们对星红之主 还是很有信心的 正面战斗强大 并且血液沾染 侵蚀能力极强 能够翘无声息 侵蚀一名弱小修行者体内 这名修行者自身也不知道 等进入千山星后 这血液会迅速传播 迅速传播到其他修行者身上 可能一天时间不到 千山星数万修行者 各个被侵蚀沾染 到时候生死都完全受星红之主掌控了 血液侵蚀沾染 便是六捷径大能镇守 大多也难以察觉 所以之前星红之主主动要去 其他成员都觉得是很适合人选 在东宁成主眼皮底下 将千山星数万修行者屠戮殆尽 这就是星红之主的原计划 这东宁还真是狂妄 星红之主冷哼一声 我 嗯 星红之主脸色微变 怎么了 紫袍人问道 星红之主皱眉坐在那一声不吭 其他六捷径成员们 也彼此交流下 眼神 都猜到星红之主 应该和东宁成主交手了 一群蠢货 星红之主忽然暴怒 血色双眸煞气浓郁 听没其他六捷径成员们 都已经 发生什么事了 东宁成主知道我们去 有埋伏 紫袍人问道 要是要埋伏就罢了 星红之主咬牙切齿 黑魔店搜集情报的都是 蠢货 东宁成主的情报 竟然错漏如此多 害苦了我 害苦了你 紫袍人郑重 其他六捷径成员们 都心头一紧 星红之主 可是顶尖六捷径 能害苦他 仅仅交手两三招 我肉身就被摧毁大半 星红之主咬牙道 若是慢一步 使用时空传送符 我就死在那了 怎么会这样 出什么意外了 这些六捷径们 都心头大惊 星红之主 保命实力 都差点死在 他们中绝大多数区 都是送死了 星红之主摇头 东宁成主 没有施展什么阴谋诡计 仅仅就一尊元神分身 甚至都没使用任何 秘宝 两三招 就差点打扫我 一尊元神分身 不使用任何秘宝 就这么强 死袍人都骇然 在六捷径层次 怕只有巅峰六捷径 才能威胁到他 其他六捷径去 都没用 星红之主 很确定 他正面交手 就很可怕 我能确定 他至少拥有雷霆规则 威子规则 雷霆规则破坏 就比较强大 威子规则 还要更可怕 两方面结合 从威子层面 破坏 我们六捷径 有几个扛得住 威子规则 威子不死身 在场 个个一惊 在六捷径大能 过去不死身和威子不死身 都是出了名的 可怕 非空间规则 掌控者 对付不了 杀不死对方 只能任由对方攻击 掌握威子规则的强者 是从威子层面攻击 破坏力 极为恐怖 单凭这两大手段 他也最多压你一头 紫袍人说道 不可能两三招 就差点把你打死 其他六捷径们 也都赞同这点 雷霆 威子规则结合起来 的确更恐怖 但终究也是顶尖六捷径 只能算押 星红之主一头 交手 没有几百上千招 怕难重创星红之主 是 他最可怕的 不是这个 星红之主 咬牙 而是元神秘术 他的元神秘术 一旦施展 我的意识 都被拖拽入无底深渊 这一刻 我毫无反抗之力 无法反抗 只能挨打 所以两三招 我就差点被打死 星红之主说道 其他六捷径们都惊害 以你的肉身强横程度 能大幅度削弱 元神秘术的冲击 此袍人郑重 即便如此 你都没有反抗之力 反抗 何不反抗 区别太大了 如果星红之主 施展反抗招数 能将孟川的混动雷毛 抵挡住七八成威力 残余威力肉身重重泄力 对他的肉身损害 微乎其微 怕是眨眼 就恢复了 双方厮杀再久 能重伤星红之主就不错了 而没有反抗 就是石城石地轰进他体内 两三息时间 就差点灭掉了星红之主 黑魔殿的情报 错漏如此之大 星红之主咬牙愤怒 他一定盯上我了 为了两支分队 自己和东宁城主结下仇怨 星红之主很是愤怒 这等可怕强者 躲还来不及 自己竟然结下仇了 而且我有感觉 这位东宁城主还有手段 星红之主 回忆起自己施展星红领域时 孟川轻松看透时空层面 奥妙 轻松避开他的一刀 从头到尾 孟川都太轻松了 如此 实力 难怪 敢接连坏我们好事 紫袍人微微皱眉 他是比星红之主略强些 可只是勉强压其一头 也丝毫没底气 去对付东宁城主 这件事 还是上饼吧 灰袍 女子说道 我们是没办法应对的 上饼 让上面决定 其他六截镜们都说道 面对两三招 就差点打死星红之主的存在 对方还只是 派的一尊眉洁精密宝的 原神分身 想想 多让他们胆寒 一味虚幻雾气存在 坐在那 翻看着卷宗 卷宗上 详细记载了 星红之主和孟川交战的过程 甚至还有战斗场景记录 东宁城主孟川 虚幻雾气存在 看着卷宗 轻生低语 本以为只是一个星晋六截境 谁想身藏不漏啊 至少已经掌握雷霆 威子两大规则 原神秘术 能令星红之主无法反抗 从原神秘术施展的征兆来看 应该是黑暗之童 孟川也是魔山成员 心灵意志应该极高 黑暗之童威力才这么大 星晋六截境 修行才多久 就拥有两大六截境规则 他前往时空之谷 曾前往无尽环丰带 画圣山 冰河星云 他成六截境后 应该是在专注修炼空间规则 但却悄然掌握着 另外两门六截境规则 天赋是真惊人 时空之谷 是赤阳馆主推荐 他才能先进去 青泉岛 是魔眼惠主 让他去的 一个星晋六截境 实力如此之强 心灵意志如此强 更得到白鸟馆 魔眼惠主的看重 虚幻雾气存在嘴角微微翘起 魔眼惠主 无力不起早 可比我们黑魔殿奸华多了 而且 他来自苍原界 资源也是不缺 亦非冲天 难以压制 虚幻雾气存在做出判断 即便现如今 要压制难度都很大 以如此修行速度 怕很快连七截境都灭杀不了 虚幻雾气存在 是借助如今的情报做出判断 当初孟川 未曾误出威子规则前 魔眼惠主 窥探孟川的一个又一个未来 就发现压制不住 翻看着卷宗 虚幻雾气存在微微点头 从情报来看 他几乎不掺和永恒楼 白鸟馆 任何大规模行动 更专注于修行 很少招惹是非 他当即一番手 拿出一支笔 在卷宗上写上三个字 避开他 这种不怎么招惹是非的 天赋又恐怖的 避开即可